大同民使二年的中国,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战争 李自成彻底巩固地盘,把那些军阀般的将将,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服的都死了 同时,李自成还收复宁夏镇,把侄子李过条去银川住房 又册封李过为太子,稳定国本 这操作让人有些看不懂,册封太子之后,不该把太子留在国都吗? 万一太子在外叛乱,诱惑着皇帝死了,太子赶回来太晚怎么办? 只能说,李自成亦高人胆大,认为不会发生任何乱子 满清多尔滚那边,只跟辽东的大同军,在秋收时有小规模摩擦 他们一边加紧种田传粮,一边出兵镇压辽西北的蒙古叛乱 那些蒙古部落,并非直接造反,而是因缺粮在互相攻伐 满清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帮着关系更好的部落打仗 若即若离的蒙古部落,被满清抢走牲畜和人口,草场则留给死中满清的部落 朝鲜百废待兴,可惜君臣都没心思治国 国主李浩还在持续清洗旧臣,大量扶持中等家族上位 于是朝鲜百姓,赋税越来越重,被盘剥的大量逃往北方山区,甚至逃往大同军控制的宝州地界 赵汉这边,只做三件事 第一,出兵攻打西南吐司,吞吊四川,广西的边角区域 第二,存粮 第三,移民 河南的在籍人口,已经恢复到120万,其中移民就占了30万 山东则恢复到180万,移民数量同样是30万 根据去年底的户部数据,赵汉治下人口为,金陵府,南京及周边州县,200多万,浙江500多万,江苏600多万,安徽600多万,江西800多万,湖南500多万,湖北400多万,广东400多万,福建400多万,广西300多万,四川700多万 再加上河南,山东,以及北直立,辽东部分区域,全部人口6200万 以上,都不计未满12岁的孩童,因为古代医疗水平容易夭折 虽然还有好几个省没打下来,虽然北方大量人口流失,但6200万的人口数量,已经是大明巅峰时期的官方统计 江西人口还是太多,主要是被赵汉占领的最早,而且没有经历什么大饥荒 安徽,江苏,浙江三省,曾经饥荒严重,造成人口锐减 另外,虽然江西大举向外移民,但年满12岁的孩童太多 都是赵汉统治之后,因为生活条件变好,夭折率大大降低 还有大量10岁以下的孩童,那是赵汉起义带来的江西婴儿潮 赵汉已经给户部安排任务,民使三年,加大江西移民的力度,至少要向河南,山东各移民20万 只有不断移民,才能缓解江西的人口压力,这几年新生儿是真他娘的多 民使三年,新历三月,新边吕宋远征军,在福州集结登船 海军主帅为郑之龙,陆军主帅为王辉 王辉此前担任第十四师旅长,这次被紧急调去福建,一手打造吕宋远征军 他们手里的火绳枪,是辽东龙骑兵换下来的,龙骑兵已经换装了碎发枪 四十多艘战舰,三十多艘商船,浩浩荡荡向南驶去 他们在台湾侏罗县,嘉义,略做淡水补给 运送物资的商船,也留下一些在此等待,相当于把侏罗县作为中转战 侏罗县的汉民非常高兴,帮着搬运物资,能够赚到不少工资,还能向远征军贩卖蔬菜 菲律宾,马尼拉,陈良迅紧急进见菲律宾总督,总督大人 我从福建同乡那里得到消息,中国皇帝派遣大军杀来了 要赶快修筑城防,请允许比农多的唐人进城,我们会帮助总督坚守城池 总督科奎拉说道,比农多的唐人,可以协助防守外围炮台 陈良迅顿时绝望,都这个时候了,还是不允许华人进城 菲律宾华人虽然遭到屠杀,但还活着好几千 只不过,这几千华人,早已信奉耶教,就连穿衣都是西式打扮 传统华人,居住在建内区,后世也叫巴连区 信教华人,居住在比农多区,位置紧挨着建内区 为了引诱华人改变信仰,西班牙总督规定 信教的华人,十年内免征额外税,只需缴纳跟土著一样的税收 十年后缴纳跟西班牙平民一样的税收 可自由选择居住地,不能进城,可自由与土著通婚 信教华人的居住名额不受限制 这个条令颁布之后,已经催生出三千多数点望组之辈 算上他们跟土著生下的混血二代,人口已经近万 他们积极学习西班牙语,以身为汉人而耻辱,就连在家里都不穿汉服 甚至自发诞生了词典,记录张周化和西班牙语的常用词转换 陈良迅无比失落地回到比农多区,皈依耶娇的华人纷纷询问 陈神府,总督大人让不让咱们进城 陈良迅手捧西班牙文圣经,挤出微笑道 当务之急,是防守外围堡垒的炮台 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总督大人信赖我们唐人,被允许帮助西国士兵防守炮台 就是不让咱们进城,众皆哗然,愤怒而恐慌 几个月前,建内区的华人遭到大屠杀,他们在比农多区屁是没有 甚至总督还派士兵,在比农多区驻守,防止沙红了眼的土著乱闯进来 当时,他们虽然怜悯华人同胞的遭遇,但更多的是一种庆幸与优越感 而今他们却愤懑抱怨,中国皇帝的大军将至,不躲进城里还怎么活啊 从始至终,科奎拉都不信任这些规划者,更不敢把他们放进城里居住 万一打仗的时候造反咋办 总督阁下,荷兰人带着苏路人,文莱人,正在猛攻苏雾岛,副官紧急报告 科奎拉叹息道,让他们死守吧 苏雾岛是当年麦哲伦发现的,也是西班牙在菲律宾最早的殖民地 其战略和经济地位仅次于马尼拉 岛上有圣佩特罗堡,还有百来个士兵,并且食物充足,应该可以撑上半年 在东南亚打仗,一般都会带上帮手 这次荷兰舰队出征,荷兰陆军不到一千,却在婆罗州和苏路各岛,说服好几千土著帮忙 文莱苏丹国,苏路苏丹国,上层贵族是愿意跟西班牙做生意的 但中低层平民和土著,则对西班牙深恶痛绝,只要有人组织煽动,他们就愿意跟西班牙拼命 赵汉的吕宋远征军,同样在吕宋岛北部招募土著 这次参与屠华的菲律宾土著,以邦邦牙人为主,邦邦牙人已经被驯服成走狗 而更北方,还有伊洛克人,卡林加人,尼格利陀人 他们纯粹属于被压迫的对象,70年前海盗林凤,在进攻马尼拉的途中,就获得一万多土著驻战 另一个时空,荷兰进攻马尼拉,也获得数千土著帮忙 方贵柯带着百来个士兵,还有几个医生,跟随福建商人来到北部山区 这些土著竟有梯田 方贵柯震惊不已,他总觉得蛮夷就该如毛饮血 向导陈安说道,马尼拉的粮食,特别是水稻和玉米,很多都是此地土著所种 西班牙红毛鬼门,勒令土著低价出售粮食,而且每年都有定额,粮食无法足额出售 便立即派兵攻打 此地土著,以种植为主,相对而言比较温顺有理 当然,他们打仗也很勇猛,平时的主要敌人是山中猎头族 由于陛下免除粮食进口关税,甚至官方高价收购 因此也有一些海商,找本地的土著购买稻米 他们愿意卖给汉人商股吗? 方贵柯问道,陈安回答说,愿意的,因为汉人商股买粮食,价格远远高于西班牙红毛鬼 方贵柯是此次远征军的宣教官之一,他望着漫山遍野的梯田 点头说道,既是汇种粮食的土著,那就肯定可以叫化 只需公平对待他们,教他们说汉话,教他们写汉字,百年之后亦可为国人也 刚说到这里,就有数百土著从山林里冲出,他们手持长矛,对着方贵柯的士族哇哇大叫 陈安主动上前,用土著语言说,我们是唐人 红毛鬼在马尼拉屠杀唐人,唐人皇帝震怒,派来大军征讨红毛鬼 只要赶走红毛鬼,就没有人再欺负你们,唐人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们带来了许多礼物,请求面见你们的首领 伊洛克人并非统一的种族,他们以血缘宗族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部落,类似数量众多的村镇 但是,他们又有比较接近的风俗和语言,有着高超的梯田种植技术 会制陶,会纺织,会冶炼金属,甚至诞生了简单文字 他们属于马来人种,但跟马来人风格迥异,倒是更受中华文明影响 方贵科和陈安,很快就见到一个部落首领 尊贵的客人,非常欢迎你们到来 部落首领叫做水牛,已经四十多岁了,红毛鬼来收粮的时候,传来唐人在马尼拉被屠杀的消息 对此,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们更愿意跟唐人做生意 陈安说道,唐人皇帝已经派出大军,即将征讨那些红毛鬼 唐人皇帝是仁慈的,不会欺负吕颂仲人 这次,唐人皇帝陛下,为首领带来了礼物 礼物送上,一匹华丽丝绸 首领水牛抚摸着丝绸,欣喜道,伟大的唐人皇帝,神灵会保佑他活一百岁 陈安趁机说道,唐人的大军,有战舰无数,还有火冲和火炮 但是,我们还需要帮助 水牛立即说,只要能赶走红毛鬼,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愿意派出三十个勇士跟随,我的儿子会亲自带着武器出发 方贵科是提前来到吕颂的,他要一个一个部落串联 你出三十勇士,他出五十勇士,零零散散加起来,就是几千上万人 上一章,把蓝方公司,海盗林凤,正成功不将林凤给寄混了,已经修改